K.P.O.P.流行十年,系数I.Zoo,I.K.M.等十个经典男团代表作。 K.P.P.O.P.已经流行了十年。这十年来韩国乐坛生产了多个实力团体。 小编就谈点了这十年来每年的男团经典代表作,来看看有没有你的偶像吧。 2008年还不是KPOP盛行的期间,不过已经有很多歌曲很有名 例如东方神奇的《咒文》,当时还是五人团体的他们,已经红遍亚洲 此专辑更成为03-08年间韩国的唱片销量冠军 不过成员金俊秀,金在中级嫖友天在2011年令组出,东方神奇至今只剩下YUN、N和昌明 另外而不少至今仍活跃的组合都是在08年出道,好像ShinAi、RPM 2009年KPOP有多少经典洗脑歌,例如ShinAi的Lindy Dawn,Super Junior的Sorry Sorry等 可惜ShinAi成员中炫,去年因为抑郁症厮杀轻生 令整个演艺界陷入悲痛 不过ShinAi余下的四位成员,照原定计划在2月17日在日本开演唱会 敬业精神实在值得赞扬 2010年开始KPOP便进入全胜期,同时也是多个偶像组合的全胜期 好像野兽偶像RPM 一听到You'll be back这首歌的前奏,就会自动举起大拇指 加上当时流行的Shuffle Dance,令这首歌大热 2011年有很多KPOP经典之作,好像,前,Beast The Fiction,由成员龙俊亨作词,副歌的冷斗男舞 更带起了一股模仿热潮 其后成员张贤胜退出,余下五个成员自行成立公司,改名为Highlight,现实继续活跃于歌坛 2012年江南大叔牵起全球热潮OPRA GAMING STYLE 相信平时就算没有听KPOP的你,都一定听过这首歌 GAMING STYLE的MV,请来韩国的性感小野马炫崖坐镇 加上中毒的舞步和歌词,成为YouTube人看的影片第三位,已有超过30亿点几率 韩国天团YZU于2013年,凭注WOOF及咆哮而爆红 当时还是12人的YZU,有四个中国籍成员 不过Chris,陆潭和黄思涛,都在14至15年间退团 YZU没有因为成员变动而退下来,反而越来越红 2014年二代男团接棒,于2010年出道的Infinite,是高群舞偶像的代表 出道 出道至今有不少拿过一位的经典作,好像2014年的Beck和Romel一样 不过成员Hoya于去年宣布退团,令不少粉丝感到非常伤心 剩下的六个成员,于今年1月推出新歌,仍然获得佳季 2015年Big Bang重磅回归,宇宙天团Big Bang在2015年分别推出了四张专辑 因为是适合两年十个月在与韩国乐坛活动,每张专辑的成绩都非常好 好像BAM BAM BAM,在IROP YOU的点击率至今已经有差不多3亿 防弹少年团是现实最红的韩团之一,于2013年出道 2016年屏住血汗泪更成功打进欧美市场,成为第一个成功打入美国iTunes Talk Album Chart的韩国歌手 去年更拿下美国Billboard音乐颁奖里的Talk Social Media Artist 2017年选秀节目带起讨论热潮,2017年推出Produce 101 第2季,101位韩国男恋习生出演,由韩国国民亲自投票选出11名可以出道的成员 这节目当时在韩国十分红 节目完结后出道的11位成员,组成WarnerOne,活动期预计至今年年底 拿下第一名的江巴牛,更成为新一代女生杀手 字幕志愿者 杨 Texas 字幕志愿者 杨戰役 字幕志愿者 杨矩 字幕志愿者 杨栋链 字幕志愿者 ini дал grabbing